老板聊一天下午就读书啊 今天我给你安排一下 你有啥个菜吗 边的有牛肉羊肉都有 儿子想吃什么菜 羊肉 吃羊肉啊 他要吃羊肉给他安排个羊肉嘛 等一下写完了 我带你去弄几根红萝卜来烧羊肉怎么样 可以 你们有拔过萝卜 红萝卜也拔过吗 这个羊腿呢都是前几天买的 在冰箱里面摳了一下 做红烧的咱们就 先切一点下来就行 把这点骨头剔掉 切下来的羊肉来切一下 如果是吃红烧的羊肉就要带皮的 如果是炒的话就要把皮给去掉 切小坨小坨的 冷水下锅先焯水 来一点配散的姜葱 花雕酒 焯开过后打去这些浮沫 再煮三分钟捞出来冲洗干净几口 准备点烧羊肉的香料 八卦 山奈 香叶 桂皮 白芷 老姜 葱结 再来上一点姜葱蒜 营养火锅底料 切个二三十克提一下味就行 锅里来上一点纯正的菜籽油 先把羊肉煸炒一下再来烧 这样子吃起来香不油腻 并且还不会柴 下羊肉 羊肉表皮炒至变色下香料 烹一点花雕酒 把它转入高压锅里面 将就炒羊肉的这个油 下姜葱蒜末 干花椒 四川豆瓣 再来明阳火锅底料 口味吃的比较重的 就可以稍微多放一点 加清水 烧开后用小火 先给它熬煮过十来分钟 好不好玩 现在的这种小朋友 把萝卜都拔不来 看来还是要带它出来 多体验一下这个笼火 你找那种苗大的拔 知道吗 一株一株的拔 刚才扯回来的这个红萝卜 切成这样子的小滚刀 快就行 汤料熬好过后 用一个漏勺过滤一下渣子 倒入羊里面 盖上盖子 上汽过后 先用小火给它压过二十分钟 羊肉压好过后 倒回锅中 把这些香料给它捏出来 不要 再来下切好的红萝卜 调一点糖 鸡精 毛油 烧开过后 转小火 再烧二十分钟 把红萝卜也烧趴 羊肉和红萝卜的时间 烧来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要转大火 把汤汁收来稍微少一点 汤汁收来差不多了 这样就可以关火 出锅了 最后的话香菜稍微多放上一点 羊肉这四川都搭配香菜 咱们今天的红萨羊肉就做好了 蒸子烧出来的羊肉特别的入味 并且软烂 鲜香 一点都不柴 也没有善味 做法的话就是川味经典的红萨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自己试着去告一行 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过了 哎哟 这小朋友抓一个萝卜就往嘴巴里面放 这萝卜好好吃 红萝卜好不好吃 你去查看你好 好吃 自己种的萝卜就是好吃 好温哦 很甜的 嗯 这种萝卜在四川叫红萝卜还不是胡萝卜 胡萝卜是广东的品种 胡萝卜 胡萝卜不是红 全四个吗 对 这个红萝卜颜色是红的 吃口羊肉 嗯 好香 太好吃了 我已经从来不吃羊肉的哈 这样子烧起我都要吃了 带皮的好吃 萝卜的的 嗯 这萝卜好吃 爹爹在吃萝卜 小朋友吃点肉肉哈